原来她在谋划异常骗婚 而目标就是父母爽王继承了巨额家产的小姐 所以她仅身为爬手的玉珠做内应 帮助小姐爱上自己 爱财如命的玉珠立马便答应了这件差事 就这样玉珠来到了庄园 她无为不至地照顾小姐 更是在她做噩梦时哄她睡觉 不过奇怪的是 小姐每天都要去给她的监管人数手朗读书籍 却会让玉珠靠近半步 这明显有猫念 没过几天 菩提大壮就感到了她以画师的身份教小姐画画 表面上假装关心小姐可背地里却对她上下其手 知道各种机会和小姐单独相处 终于在写生时关系更进一步 不过看到这一幕的玉珠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 反而很生气掉头就走 到了晚上小姐读书回来 可不论她怎么叫玉珠 玉珠都假装没听见 生气的她叫来玉珠陪传 并告诉玉珠不觉向她求婚了 可她对打扑开的事情一窍破通 这可难不倒玉珠说吧 她并起身去床头拿出一根棒棒糖 玉珠含了一口让嘴唇充满糖分 接着跟小姐揪米一下 这种软弱的感觉真的好上头 才几秒就让小姐脸红害羞 这里一画面有点无聊 我们跳个三秒 经过这一晚两人举止变得更加亲密 仿佛不仅仅是主播关系 第二天 小姐上绘画课时 大壮照常对她动手动脚 可这一次 玉珠忍无可忍当场打断她 这让大壮很生气 她把玉珠打到外面 经过昨晚的事情 玉珠已经对小姐产生了特殊的感情 以至于她快要忘记了当初来这里的目的 玩着小姐试探性的问玉珠 我可以嫁给伯爵吗 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爱上大壮 玉珠却坚持说 小姐一定会爱上伯爵的 不料小姐突然暴怒 直接给了玉珠几个大嘴巴子 当即便把她赶出了房门 门外玉珠默默的哭泣 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究竟是对的 这绝对是口气最好的女人 没有质疑 她一句话就能让全场男人说起肝 不仅会说虎狼之词 还会用喘息声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感觉 你快看这位观众 她已经身陷其中 脸红脑胀 彻底被女人的演技折服 表演结束后 小姐的叔叔走上台 把小姐所朗诵的书籍捧在手中 开始想打货安利 原来这是一场颜色书拍卖会 为了能卖个好价钱 叔叔便让小姐进行实战演练 让小姐坐在墓上 墓和小姐一同缓缓上升 最终展现出颜色书中不可能完成的高难度动作 观众惊到下巴 当即就有人开价一个亿买下 颜色书能顺利卖掉 完全得归功于小姐的才华 小姐从小就被要求阅读各种颜色书 稍有不对就是一顿教训 在这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家庭 女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靠读颜色书取悦男性 小姐的母亲也曾因此承受不住上吊自杀 女成母业 这浪读颜色书的任务就落在了小姐的头上 一旷十年过去 小姐想要离家出走并找来伯爵大壮帮忙 他们之间做了个交易 大壮会以结婚的名义把小姐带出这个变态的家庭 试成之后将会得到小姐的一半家产 不过他们还需要一个替罪羊 试成之后将她以小姐的名字送入封人院 而玉珠就是这只单纯的羊 小姐装成傻白甜骗取她的新人 并故意给她穿上高档礼服 引诱她爱上有钱人的生活 为了不让事情暴露 大壮和小姐还演戏给玉珠看 让玉珠以为她俩是真爱 之后小姐答应了大壮的求婚 还连夜带着玉珠直接私奔到日本结婚 但小姐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 大壮很少回家 小姐整日独守空房 渐渐的小姐的情绪变得恍惚 整个人也开始变得疯癫 这天大壮带着医生上门 谎称小姐断了精神病要把她关进去 咱们一起来到精神病院门口 小姐和玉珠拥抱告别 可小姐却突然往后退 一类严肃竟说玉珠才是发了疯了小姐 欢迎刚落 医生们就把玉珠拖走了 她万万没想到 原来自己才是被算计的那个人 最后大壮给小姐制造伪证 调换两人身份信息 让玉珠成为替罪羊 被关进精神病院 成功帮小姐逃脱后 大壮不满足于财产 还想要小姐肉肠 小姐哪能愿意 没办法只能抢功 可就在这时 大壮却昏迷了过去 原来小姐早就在她喝的酒里下了药 她连忙手使东西拿走大壮的所有家党出门 接着去街上又碰到了玉珠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小姐没有背叛玉珠 这两个女人太会玩了 在同一个浴缸里洗澡 感情甚至深到负距离 在所有人都以为小姐要抛弃玉珠出嫁时 他们俩却在暗中策划 远走高飞 原来就在小姐和大壮计划进行的时候 小姐怎么也没想到 她对无微不至的玉珠产生了情感 正是因此小姐决定停止计划 然而盗嘴的肥羊 当即说出了玉珠之所以接近她 也是为了钱 无法忍受这一切的小姐爬到了樱花树上 就要了结自己 然而下面玉珠却拖住了她 玉珠哭着道歉说出了真实心意 她求小姐不要死不要结婚 而小姐也摊牌了 你以为你是骗人的 其实你才是被骗的人 终于坦诚相近了两人准备反杀 他们来到读书室 当玉珠看到小姐被迫要读的书籍时 瞬间纷纷不平 她将这些珍藏版书籍划烂 全部扔进了水池 受两人翻出院墙 终于逃了出来 而疯人院两人配合她 更是天衣无缝成功骗过了大壮 餐厅里不知不觉爱上小姐的大壮 拿出伪造的身份证向她求婚 小姐假装同意回到屋里 却一瓶毒药将她抿晕 而她则拿着钱来到旅馆 迎接她的正式玉珠 原来几天前 疯人院发生火灾 玉珠趁其打开脚铐逃了出来 就这样两人的连环拳套就此成功 而另一边醒来的大壮 却被叔叔抓了回去 原来小姐早已写信 把大壮的计划告诉了叔叔 人才两宫的叔叔只好折磨大壮泄愤 大壮自知死罪难逃 于是要来了一根烟 在烟雾疗下 叔叔却昏倒在地 原来眼里加入了毒药 而另一边小姐伪装成男人 带着新的身份证和玉珠坐上船 使向了自由 这是一部敢爱敢恨的电影 也可说是两个女孩之间的互相救赎 一定程度上还揭露了旧时代的陋形 身处黑暗的你不要着急 相信一定会出现那个对你满色怜惜 将你从黑暗之地解救出来 从而给你带来新的希望等等